進入,很有名,他是那個眼鏡眼人 我認為他是檢眼人,是非常厲害的 你看喔,這個日本時代的房子很有趣 下面還有一個日本人一起 然後,這個三個人 才子壽三線,是膠紫棠,還有上面的眼鏡 然後這邊有屋簷是做檢眼 然後其他的是用你所說的 意思就是說,這三個東西合在一起的時候 是最高級的,這個叫做簡化 這應該也是出自同一個事物的時候 對,這就是我剛說嘛,你要融資會這三個東西 很困難 還是一個 真正的簡化大師 但這個,這個定義可能在台南不適用 就是說簡年的匠師流派主要是分台北跟台南 台北的是,主要是洪坤俗 素養水這個系列,他們都是廈門台 然後台南,這一派是 最有名的就是何金龍 他是潮州人 所以說,下門跟潮州一個人 一個福建一個廣州 這個風格是差很多 這就形成了,南北台灣 在台灣就是南北兩派 然後其中這個北部這一派啊 他又是 福祉福尊特也多 所以他就是,繁衍出很多 像那個洪坤俗他有 最有名的五個弟子嘛 叫五股教 然後其中有一個叫,那個 陳專有 陳專有大家知道嗎 就是他就是做那個嘉義廠王廟的 那個教主堂 他跟另外一個師父 女權 對場 就是,意思就是說 北部派的這個風格 就直接流傳 往南部流傳 然後江青路他是永靖的 他在台北學了之後 他跑到中部也做了很多東西 然後這個南北風格 我發現在中部他有點混 有點混合我的味道 所以其實北中南是個人特色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專精 對,這個福建的到北部 好哥哥到南部 然後到最中部呢就活了 夜晚算折中嗎 其實我這個圈圈的有點跑掉 這兩個應該是在這 這個圈圈應該在這 黃色也是在台中啊 跟嘉義的部分 這個 應該是在彰化的一帶 喔 黃色是屬於融合這兩派 欸不是喔,這個是 這個是清朝的啦 對啊,那沒錯啦 夜晚是在嘉義 然後 然後 這個蔡成穎他們是做 台中再興山莊啊 小明山莊啊 還有 台中文章池 有一些膠子糖 這些都是很珍貴的 很珍貴 這是清朝的東西 然後夜晚的東西我多了 對 我看了之後就是驚為千年 所以我看了台灣這麼多劍 最後才去看了夜晚 我說這些夜晚東西真的好 所以我們嘉義的交流團是最 那時候是最好的嗎 欸,夜晚那時候 對,他做交流團 但他 他 就是說他到底有沒有傳福地 這是一個問題 喔 所以 現在有點變成說 他夜晚這一脈 變成中斷 在清朝 清朝這一脈已經中斷了 然後日治時期才又過來新的 夜晚 對 這個就是在清三座的交流團 但是我懷疑他這個東西是工 就是有點 工廠 工廠貨 就是說他 因為大家如果去過金門啊 喔,我去過了 金門很多房都這樣 對 非常 華麗 可是看起來都快一模一樣 對,就是你會覺得說他有點 刺濕化 有點刺濕化 他好像說 我今天去買一組回來 中壞牆壁 而且 那種味道啦 那個 我現在看完金門那些翻修那些打麻子 我覺得很有趣 他把 原有的那個 射速丟掉 他現在變得 太新了 完全我被 反 不大告 對啊,這個是 很常見的問題 對 反而我還是喜歡他們以前沒有翻修那些的 對啊,因為 因為 怎麼講的 這問題很難解釋 因為 像 李前朗老師他就會說 我不是名字 沒有 他就會說 欸 因為這個修完 剛修完跟他比較洗啊 過幾年之後他就會救 當然這也是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一個房子 哇,他這個很古文 但其實你要想到說他當時剛蓋好之後 一定也是非常亮麗 嗯 是我覺得修古服 然後你就把主體建築那個結構 OK就好 就不要讓他倒就好 對啊,就是說 保留原味嘛 就是說我們在 考慮到他的這個表皮 對 我覺得表皮就不用啦 不要把它弄得那麼細 對對對 就是 表皮你如果說 但是以現在的我們維修的 這個情況來說 那味道就不見了 你知道我們為什麼喜歡麗江嗎 或者說那個 橫谷那些老建築嘛 或者說西門有一些老的聚過那個 那個 那個 那獨老的玉琳還曬 那整個樹大就一直沒有那種感覺 不是說我們台灣建築不挑 是說 我覺得還是 新舊還有說 改 大家撐差不去這樣 我覺得一個是維修的觀念 啊一個是維修的 對 你用不著用心在裡面 就 對啊 維修比蓋還困擋 對啊 當然啊 這個是 而且更花錢 對 然後大家有看到這個是 這眼睛 我真的給它死 掉到地上 然後它的那個 這個腹部啊 用那個 小酒杯做 看得出來嗎 小酒杯做 所以你看以前的東西 這個碗片剪黏的東西 它就必須依靠很多的灰泥 你看那種耳朵啊 這種 這些臉的細節 它可能 比較難用那個 碗去表現出來 它就用這個灰泥 當然也有另外一派 它是完全用碗片 整個包 用碗片 整個用碗片 整個用碗片 會不會變 包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 它是講究這個灰泥 跟 碗片的 搭配 這是不同的 流派的作品 那這是我剛剛講到 夜晚的 我的 虛擬棒的教訓 我覺得它好 這好在它的 每一個人物的表情 臉部表情 好 因為它很喜歡喝酒 玩的時候 我就開始吃 這樣 所以非常的生動 這虛擬棒嗎 這個 這個 就是 慈濟公 那個 學甲慈濟公 那個博物館 那這個是 它做服務人 沒有服務人 沒有服務人 徐老師 你說 這個夜晚 這些奏品 要去哪裡 學甲慈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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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甲大廟 學甲大廟 學甲是在哪裡 台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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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儀還有 家儀那個誰上 那個 也是廟 尼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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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他變的廟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它那個把它改的 尼丸丸那個 尊修過了 那算被破壞了 那算被破壞了 像你講過 大家說的就是 修理和生會施理 對 因為他整個表皮都 不是以前的表皮 所以有點看不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 日之時代的時候 就是泉州的將士到北部 然後朝州到台南的嘉義時代 然後在台中這邊 這就是鴻坤胡理派的 他們做的表情 這個表情就比較 這比較死了 跟葉王差很多 但這個在當時已經是 算是很不錯的 他們這個 泉州的將士 他們講究人物的 架式 動作 還有整個畫面的 張力他們很講究 然後跟何金龍不一樣 何金龍他們很注重的臉很描繪 你看這個臉 其實是 模子印出來的 他會有一個模子 印一個出來 再修一下 是比較簡單 但是何金龍他們朝州派是用 用泥索去開臉 夾畫畫 畫橫面 畫什麼 就是一個 幫他畫妝樣的 然後 然後他 你看他的身體的 這些裝飾 也都很簡單 但他們就是很重視這個 人物的動作 你看這些人物的動作 還有他這個 整個場景做出來的 給你那種感覺 這個 這個是膠組桃 這就是 鷹哥 馬桶窯燒出來的 他這個放了五十年 就退色 變成 他這個是兩次燒 他第一次 那個 桃土做好之後 他塗一層那個馬桶 馬桶是白色的嗎 就是這樣 塗好之後去燒 然後高溫燒 變成磁化 他是變磁的 所以他不會退 燒完 第二次再上右 顏色 再去燒 第二次燒 第二次燒低溫 所以第二次 第二次這個低溫 他會很亮麗 但是他 比較不耐風 所以放久了之後 就退了 退色變成亮麗 然後這個是用玻璃 剪黏出來 你看他用玻璃可以 表現這種很細微的一種 但是碗片剪黏就沒關係 這個是江青路做的 他也是紅燒皮的主機 北港朝天公司 非常非常經典的 玻璃剪黏的 玻璃剪黏的主機 他有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人物的動作呢 已經脫離了 本來的那些套路 就是 紅公子他們在派 有一定的動作跟套路 他們不會有馬 是不是這個 不會這樣子 他的馬都是這樣 四隻腳著地 那江青路他就很喜歡表現這種 讓你意想不到的一些 一些 動作 像馬會跳起來 或是 你看他的屁股 然後他又回頭 這樣 那這個是陳彥琦在西羅做的 這個是很早期的 這個應該是碗片 你看喔 他這個 玻璃上面有畫這些 他們叫做景本 景長男 景充男 這東西是跟 潮州派學的 這個本來全州派是沒有 只有這樣做的 所以等於說他們 從北部到中部去做 有受到南部派的影響 像這個就是南部派的潮州 潮州派的經驗 他很重視人物的表情 然後他的 這些 衣服 衣服的這些 碗店的搭配啊 顏色 然後那個 上面都彩繪畫的很 很細這樣 潮州 潮州 潮州自古以來就是 很喜歡弄這些 很驚喜的 不管是剪炎 或者是木條 都是以精細見長 你看 他們最厲害就是剪這個 行動圖 就是剪這個區區 聽說當年何金龍來台灣做這個啊 他們這些行動圖啊 是他們家裡面的 他們家裡面的女人 就是可能他老婆啊 他的一些 家族的一些女性 在家裡面剪一剪 在潮州剪 剪好之後讓何金龍帶來台灣的 然後他們很重視這個開靈 然後他們很重視這個開靈 這樣很舒服 那個臉 那個臉 這 潮州在看起來就比較好看 不要緊張 對但是他們 他們的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的動作會比較 喔 因為他們會太注重那個細節 就是 就是 這邊的話整個畫面 對 布局會比較沒有那麼力 嗯 自己都會比較上 對 但他們真的是 從視覺效果來看 是 是很非常滑 很穿驚帶 對對對 他畫這個沒有 台南幾年用的庫位其實蠻多的 牆上啊 這個是雞俠的洞 那這個是北港超天空的 你看這個大井上面 還可以做兩層三層 而且這個還做兩面 我這邊拍的是背面 嗯 你看這兩個人是草外 嗯 這個馬賽克也是 這個馬賽克也是 戰後流行的一種材料 都做現在的 以前 你看像魔甲龍蕃寺 魔甲龍蕃寺 它是用玻璃 全部用玻璃貼的 這個 蜜蜜蜜蜜 那這個玻璃你要去剪 剪那個形狀在自體體裡 就搞不懂了 所以 後來就 改成這個 直接那個 太魯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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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以前那是一塊一塊下去一年 以前那是一塊一塊下去 然後到後期是 這個其實最早 以前 沒有那麼有錢的人 說我是用彩繪 所以說這個龜帶會用彩繪去畫 畫出來 你看 你看現在的金門 現在金門還是用畫的 然後 它這個就是會用那個 泥塑去做那個組織 那這個是受到日本時代的這個 這個洗濕子的影響 它這個整個用洗濕子做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台灣的匠師阿 他們在 各個時代阿 他以他傳統的這個 這個底 傳統工夫的底 他拿到什麼材料他都可以用 很厲害 你看他做西洋師就做西洋師 然後用洗濕子他就用洗濕子 中國節加西洋花 他可以搭配得這麼完美 那個 西洋師 我去看過那個 斗六一個餐廳叫摩爾城堡 哇 你下次如果有空去再給你吃個飯 你會撞 有回教建築 有基督教建築 還有中國那種傳統的建築 全部融合在一起 你會覺得看起來就是 欸 還真的是 什麼愛 你是他們那個 他那個時候 請的那個主角嗎 那個主角三年 主角 有一個主角 然後現在 我現在不是討論主角 我現在是說 他整個有 巴洛克的建築 也有那個 回教那種 現在的 圓形的五點 他把他都融合在一起 對 然後又有那種 現代藝術 然後又有 中國式那種 就是 我們那個 中平有水 那個 就是聚財 那種 整個 他完全把全世界的建築 那個風格都 可是你看起來 你會覺得你會配五條 還不會覺得很突兀 沒辦法搞成這樣 我看到我就覺得 對 對對對 像那個黑松漆水 放點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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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就 好吧 那個 把這個 我們在看 單單的人 的時候 額外 補充的話題 額外 OK